去年12月 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 抗议政府官员卷入煤炭贸易腐败行为 实际上 除了警察系统 蒙古国在司法 税务 海关 土地管理 公共服务 公共采购 自然资源等七个领域的腐败风险都非常高 而近些年来 蒙古的腐败答案多得不可胜数 而且大多不了了之 腐败为何总是治标不治本 并跟究竟在哪里 蒙古的困境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 在奔向自由之后 右翼的自由派执掌大权 在2004年议会选举后 两个主要政党 蒙古人民党和民主党 把持了国会 由两党领导层 及其家庭成员组成的联盟 不仅把持了蒙古国的政治权利 他们的公司还拥有了蒙古的大部分经济财富 举蒙古民间传言 21世纪初 两党的200多名高级政治家 及其大约2000名亲属 控制着该国60%的经济 而外国投资法通过后 西方矿业公司蜂拥而至 攫取了蒙古的石油和采矿特许权 采矿社区成了犯罪 酗酒 人口贩卖 卖淫 性病和家庭暴力的温床 而由牧民被驱逐出祖传土地 只能流向乌兰巴托的贫民窟 警方和政客们则放任新纳粹暴徒 煽动骚乱 对活动人士示意监视 骚扰和哭情